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各位早晨 来到5月10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阿圆和阿姨 今早做右中微政宣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阿圆 昨晚美国的数据 都见到就业市场降温 所以都可以说是利好减息的预期 导致很厉害 年升七天 恒指期都升了过百点 等下都会问Ravi 如何看最新市况和焦点股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研栏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 留言说下你的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首次新领失业救济人数 超过市场预期 勞工市场出现放缓的迹象 投资者从而减息希望 导致缩短暂偏远之后 持续向上 临近收市最多升超过350点 收市升331点 报39,387点 纳指指着两年跌 反弹43点 报16,346点 标指重上5,200点 收报5,214点 升26点 欧洲股市也做好 美国十年期债息曾经升4.5厘 但之后因为减息预期略为升温 长债息回落到4.45厘以下 而美汇指数回远到105.2的水平 英伦银行暗示 减息部分可能快过预期 英镑1到跌0.4% 但之后倒升回 金价蛋糕超过1% 油价也靠稳 看看这招是什么 苹果升1% 亚马逊升0.8% Meta和Google也靠稳 Tesla和NVIDIA跌超过1% 晶片设计公司ARM年度收入 预测未如市场预期 股价1度跌超过7% 收市跌幅收窄到大约2% 游戏开发商Roblox 今季的订单低过预期 股价急蛇2.2%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比港股升大约1% 智盒大约77.61 腾讯智盒报372.1.7 比本港收市升0.6% 美团和京东也升0.6% 百度升0.8% 网易轻微偏远 至于汇丰控股 ADR截宣布67.96 比本港收市价升0.4% 友邦升近1% 港交索升0.8% 看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导致期货靠云39,586点 升50点 曼纳斯期货 标志期货也是靠云的 看看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向上 其中日本市升1.6% 日经平均指数38,712点 升638点 南韩股市的升幅也有 接近1% 澳洲市升0.4% 但新西兰市便偏远 只是轻轻跌了1点 我们看看恒指黑企的情况 恒指黑企方面 也可以靠稳 可能如是适当港股有机会高开 恒指升169点 我们先和Rabby谈谈谈美股市况 因为最近好像看到减息预期也有出来 所以又有助推升美股的表现 昨晚也有些新的数据 美国上星期首次新领域救济人数 升到231,000人 高过预期的212,000人 还有联储官员继续发言 最新是三藩市的联储银行行长大理 他就说 未来几个月通胀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但如果就业市场出现恶化 联储局将会考虑减息 其实立场应该一向都有这样 但最近联储好像有几个就业数据 都看到在市场上有个放换的情况 所以突然间这个星期重演减息希望 道指刚才也说了年升 我真的有七天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美股的升势是回来的呢 美股的确是这一阵又强化不少的 因为当然上一个月左右 其实美股正在做调整 当时有几个因素 一来又在害怕打仗 外围中中局势的问题 二来又在说 可能那时对减息的预期不断缩 所以整个股市就调整了下来 但当时我记得说过 如果说下来 有机会是会买回来的 所以其实之后的确出现了一阵反弹 但是也说过就是 我觉得这一阵蛋 未煮或即时是破顶那种煮的 暂时还是未破 但是明显反映到市 真是强的 美股来说 它总是有钱 是愿意买回去 当然买回去有它的原因 比如说近这几天 或者这一阵 就开始又炒回来 又说刚才减息的预期又升稳 因为的确你看到近期的数据 比如昨晚的失业局势金平数 或者是上星期可能是飞龙 不同的数字等等 叫做比预期又低一点 令大家又对于减息的预期 又再是升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胀 虽然过去通胀高 令大家觉得没那么快的减息也好 但是正如刚才所说 就是过去高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油价的原因 因为都关于局势和打仗市 但是到现在都相对剩下很多 所以大家都觉得 5月份回来开始 其实油价是有回落的时间 可能对于之后 通胀又舒缓了不少 其实似乎是又造成条件 是可以去行减息的情况 所以近期又炒减息 自然市场又推上来 所以你看到近期的债息也下落 比如你看到十年期 两年期也是下落 特别是两年期 对于息口是比较敏感的 债息也是下落 这也在反映着 大家对于减息的预期升温了 还有过去上星期也有说 就是升上来除了炒减息之外 起码大家觉得这些位置 是够胆去回答上来 因为过来另一个因素 就是经常说美股很贵 美股很贵 但是也说过 就是这一阵的业绩期来算 其实只是S&P 就是美股那边最主要的一个指数 其实大部分的业绩出来 其实是好过预期的 其实不是一个很贵的情况 所以似乎又撑到 所以为什么不断令到 有资金愿意买回上来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到了这一刻的看法 都是维持跟上星期一样 就是会弹会升 但是就未必会破顶 或者是继续延续着升 我觉得也是一个 比较反复的格局位置 因为要留意一点 就是没错 你这一刻开始炒减息 你看最新 例如利率期货那边 9月份减息 其实现在是去到4.9左右 差不多5成 其实是大机会了很多 但是问题就是今转炒减息 和过去炒减息是挺不同的 因为现在是在说数据上又下来 因为前一段时间 在说减息也好 怎样都好 大家觉得美国经济是强的 没有一个着陆的情况 之前原来是金法女浪 是的 没错 但是现在又 还是不是这样呢 就是这个 数据上有少少的一个 就是要留意的地方 除了你说近年的数据下来之外 如果你多拉一点 譬如之前的GDP 其实过去都记得他们说过 就是还是有少少隐忧 就是滞胀的奉猿 所以实际来说 你说如果加上一次 今次是真的走回减息 而是走经济差而去减息呢 其实对于股市 是不是真的一片利好呢 这个我觉得都不敢说 当然我觉得这个很难说的 就是突然间那一刻 大家这样看 又可能想起来 但是这一刻是否立即出现呢 就还没有了 所以也会想说一点就是 没错 美股是弹到 是去到这些高位 或者是不断在这些高位上落为主 但是弹得来 我想大家的看法 就不要像过去那样 是觉得摘升不跌 或者是很强的那种看法 我想也是一个 扯箭扯走的一个情况 是 可能这个策略也是继续是 如果你真的想加仓 都是要趁回调的时候 是 没错 就不要像之前说 一路冲都没事 但是港股又是否这样的情况呢 转体一个 上的表现 接着就问Ravi 怎么看港股 就看到昨天又回升了 因为内地公布了进出口数据 也看到有改善 大小回调两天之后 也会再上升 恒指昨天就低开7点 初段偏远 之后调头向上 全日升到223点 收报18537点 成交额1236亿 国指升1.6% 科指升1.9% 报3947点 美团升近4% 腾讯升2% 联想急升超过8% 而苹果概念股也受到追捧 比亚迪电子升9% 信羽升超过5% 内防航运股也做好 世贸秋升3.3% 旭辉升1.2% 东方海外和中远海洪升超过6% 昨天北水录得41亿7千万的正流出 终止了连续25个交易日的正流入 就是3月下旬以来首次录得走资 资金主要买中移动 全日吸资2亿5千万 工行和建行两大内银 亦分别吸资1亿5千万和5千万 而正流出方面 盈富基金走资47亿 汇丰走资9亿1千万 美团走资2亿7千万 妈和Robbie聊聊个港股 整体市场先 究竟回了两天够不够呢 又再升回了 想问一下是否一个大涨小回格局 还有因为北水有点讯息 3月下旬以来首次淨流走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或者可能是单日的情况 因为之前有时 偶然拉远一点看 有时北水走 可能每天看未必有很大的启示 但拉远一点看是有个trend 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呢 还有现在港股究竟升浪是否可以持续呢 当然看法上我觉得还是正面的 我觉得还是维持反复市高的格局 就是跟过去一两个星期说的情况差不多 但是当然了 你说过去那几天 就是曾经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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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但是如果你过去这两日回 不算是昨天升上来 那两日回最低都是下跌1.8200左右 那一回回了大概400点都没有 升了2600回只有400 其实很明显大家计算都知道一定是不够 不要说是什么一半或者什么三分一都不够 所以这样计算 我觉得始终未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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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